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覺得攝影最重要的是燈光 而不是你的相機或是鏡頭 光是決定你現場氛圍的一個工具 所以你沒有好的光 你用再好的相機也是會拍出垃圾的 那如果你有一個高品質的光 然後又可以隨身攜帶 那是不是很好 你又可以隨時創造你自己的氛圍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這個 就是這個Pilotini Atom Cube RX-7 RGB可調顏色的口袋攝影燈 OK,所以盒子裡面就有一個小小腰包 那裡面就是我們的RX-7攝影燈啦 那我們盒子裡面還有一條USB Type-C的線 跟一個熱靴接座 就可以把這個攝影燈放到你的相機熱靴上面 那我們還有一個專屬的Q彈柔光照 那這個就可以讓你的光線更加柔和 讓它更沒有指向性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來開機看看它的亮度之類的 哇塞,它真的超亮 超刺眼的 這一個燈我忘了說它是RGBWW燈 所以它是有RGB三個三原色 然後跟WW是白燈跟黃燈 所以它可以有完整的顏色可以來控制 那我們現在在CCT模式呢 它的色溫可以從8500K 比較藍的色溫 一直降到2500K 算是還不錯的空間 8500K已經算是非常非常藍 這盞燈還蠻厲害的 以這盞燈的大小它真的是 非常非常亮耶 你只是它眼睛會瞎跳的那一種 你手放在前面都感覺到有那個光的能量 那它在CCT模式裡面它還有一個比較專業的功能 就是我們的Green跟Magenta的調整 綠色跟氧紅的調整 就是如果你要搭配現場環境的光源 那它可能稍微有一點綠綠的 你就可以稍微調綠一點 來符合你現場的光源 就是你可以混進現場的光源 這公司非常用心 就是它在CCT模式多了一個柔光照的功能 就如果你加了柔光照 它的色溫可能會稍微跑掉一點 那它開啟柔光照模式之後 它就會自己把它校正回來 加了柔光照還是很亮耶 這18W的LED燈塞到這麼小的面積裡面 真的是 哇賽 超亮 好那我們接下來到下一個模式 就是我們HSI模式 Hue Saturation Intensity 那Hue就是我們的色相 那我們有360度的色相 就是改變你不同的顏色 所以你就可以隨心所欲挑你喜歡的顏色 那Saturation呢就是我們的飽和度 就我們要的顏色 我們可以讓它變濃一點 或者是淡一點 那最後的Intensity就是我們的亮度啦 那我們就可以輕鬆的來調整我們的出力 光線的強度 那我們燈快沒電了 我們就可以輕鬆接上我們的USB Type-C 我們可以邊充電邊用 那下一個模式我們來到了RGBDT RGB三原色加上Daylight跟Tungsten 雖然它不是Daylight跟Tungsten的色溫 但是它就叫RGBDT 那RGBDT我們就可以有這五種不同顏色的燈一起混 看你想要混多少就混多少 那每一個顏色都有256階的亮度可以讓你來調整 就是8bit的概念 下一個模式是我們的CIE-1931 這是一個比較專業的模式 你的燈只要有這個模式的話 它的數值一樣 你的顏色就會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它是一個色彩空間 你只要點到那個點 顏色就是會一樣 那在CIE-1931這個模式裡面 你可以挑選的顏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爆炸多 就是比我們的HSI 360個顏色還要多太多太多了 那在CIE-1931這個模式裡面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就是 你已經知道你要的顏色是什麼 那你就輸入XY軸到所有的裝置 你就可以統一所有顏色 那如果你要在現場才在那裡挑選你要的顏色呢 那這個模式可能就比較困難去那樣子調整 因為它是用XY軸設定的 除非你是用手機的APP 那可能我們待會再說 那如果你要在現場才在那裡調整的話 HSI模式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那下一個我們來到的特效頁面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我們閃電特效 那我們還有ABC三種模式的閃電特效 那我們也可以來調整我們閃電的速度 那下一個特效就是我們的色彩輪迴 那我們可以用所有顏色來輪迴 看起來很歡樂 那我們也可以單獨只有紅色 為什麼只有紅色呢我也不知道 那它還有一個Party模式 就是很High 它是用跳的 而不是慢慢見變 下一個特效就是我們警察特效 那我們有藍紅 藍白 紅白 藍藍 那下一個特效就是火 那我們有火堆的特效 跟蠟燭的特效 下一個就是電視的特效 就是有點像電腦螢幕在前面的特效 電視第二個特效就是用RGB三原色去混的 所以就會更像有點在看電腦螢幕 因為你電腦螢幕不會只有白光嘛 你一定會有什麼其他的顏色出現 就像這種RGB WW燈就是非常有優勢 那最後就是我們的自訂特效 那那個就是我們待會進的APP再跟大家分享 下一個模式就是我們的膠片模式 那這也是比較專業的 就是我們有不同的色溫啊不同顏色的膠片 那它就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選擇 我們就不用去買真實的膠片 我們就可以用RGB顏色混出來那個膠片的效果 那我們使用不同的膠片之後 我們還可以選擇一下我們的色溫 就是我們是白光還是黃光來照明 3200還是5600 這個燈超high欸 它有一個USB孔 那你可以直接把它接上你的手機啊 或是任何你要充電的裝置 你就可以把這一個燈當作行動電源來使用 這個功能超棒 就是如果你要外出啊 但是你帶了一個這個燈 你覺得它很重 那你就可以把它當行動電源來使用 你可能只是單純拿出來拍個食物 或者是你要拍自己的時候才使用 但你可能不會用到它所有的電量 那你就可以少帶一個行動電源 把它拿來當行動電源 那下一個功能就是DMX 這個又是更專業 那我現在目前手邊沒有任何DMX裝置 所以也沒有辦法跟大家示範 那它就是接一個有點像是USB的東西出來 你就可以外接DMX的控制 講一講電源就充滿了耶 是哪招 充超快的 那在進入手機APP之前 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小小細節 像是我們的亮度調整是分開的 我覺得非常喜歡 那所有的設定呢 我們都用這個小小滾輪 上下跟按下去就可以輕鬆設定 那我們的Menu設定在這邊 那我們開關也在這邊 大家應該都很容易上手 那這整個燈的做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讚 它都是非常非常扎實的金屬 在哪來K人會死翹翹的那一種 那這個燈的底下有一個跟側邊有三個孔位 可以讓你輕鬆裝到各種的三腳架或是任何支架上面 這個燈的散熱我覺得也還不錯 就是我這樣子一直全出力的使用 它也沒有非常非常的燙 它就是溫溫的散熱還不錯 OK 那我們快速的開啟藍牙 然後我們就可以輕鬆的連接到我們的手機APP Yeah 那我們就可以輕鬆的來調整各種不同的功能 還有不同的顏色之類的 那我們手機APP的功能跟剛剛幾乎一模一樣 那我們就挑一些只有手機APP有的功能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像是RGBDT 我們可以挑選到我們顏色之後 我們就按下面長按 我們就可以存到我們的色票當中 那我們有六個色票可以讓你存 那下一個只有手機有的功能就是我們的RGBPicker 就是我們可以用手機的相機 直接拍攝你想要呈現的顏色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還原出來 那但是如果你的顏色有點偏調的話 你可以來下面細微調整我們的HSI 這手機的APP可能還要等他們再更新一下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翻譯都有點怪怪 像是它的HSI 其實這個只是色相而已 它寫HSI是怎樣 那Eye Intensity跟下面的Saturation都在下面 HSI的翻譯都怪怪的 那剛剛我們講的CIE1931就是這個色彩空間 那你就可以更自由的去挑選你的顏色 就是你可以看到什麼顏色你就點它 就會是什麼顏色 那如果你在介面這邊 你調XY軸根本看不出來是什麼顏色 會比較困難去調整 除非你已經知道你的顏色是什麼XY軸 那像是我們的膠片這樣子也是比較直覺 像是我們看到紅色 我們點紅色就是紅色 那我們剛剛在裡面設定的時候 我們看到各種數字各種編號 除非你知道你的顏色是哪一種編號 不然你很難把所有顏色都背起來 那下一個很厲害的就是 我們可以完全客製化我們的特效 那我們手機可以存9種特效 那我們燈本體可以存5種特效 那我們現在有第一種我已經做好的特效 就是有點像是閃爍的感覺 然後兩種顏色 你有無限中發揮的可能 最後一個很酷的就是它有一個DJ功能 就它會跟著你的音樂 然後來做燈光的調整 那你也可以開啟手機的麥克風 然後它就會錄製你現場的音樂 然後它的燈光就會跟著一起變換 但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依照什麼東西來變換不同的顏色 是音高嗎? 好像也不是啊 然後也不是節拍 它就是一個隨機亂換的概念 反正有這個神奇功能 想用就用啦 那我們燈連接我們的APP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韌體更新 那現在有一個新的BETA版本 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來更新看看 最後我們再講一下它的RGB燈珠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RGB燈珠算是非常非常多 以這個面積而言 這樣子算超多RGB燈珠 而且它的RGB燈珠是 三個顏色是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比較大的燈珠 這樣超棒 它混色效果會超好 因為有了像其他品牌 可能RGB它的R是這樣子分開來 然後G又是再分開來 它就不是這樣子混成同一個顏色 同一個小點的概念 所以它的顏色可能就會稍微有一點不太均勻 或者是你就會看到很多奇怪的影子 有不同的顏色 那這盞燈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它的CCT出力真的我覺得超讚 以這麼小的面積 可以打這麼強的光 我真的覺得非常厲害 齁 真的是超讚 好那最後我們來做個結論 那到底誰適合買這個Adam Cube RX-7呢 那我列出幾個 像是你喜歡拍鏡物 甚至是食物美食之類的 那你需要一個很靠近 然後有一個柔和光線 讓影子變得不會這麼神靈的話 那這個RX-7真的是還蠻適合的 而且它有RGB三個顏色可以讓你挑選你想要的顏色 那你不想要挑選顏色的話 CCT模式它有2500到8500 超寬的色溫可以讓你挑選 超讚 下一種還蠻適合購買的人 就是你想要拍攝人物 那你直接當主燈 因為它的面積算是還蠻大的 所以你有一個稍微柔和一點的主燈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而且出力非常非常的強 增加你的立體感這樣 那你也可以拿來 反射牆壁 或者是反射任何東西 讓你的環境有足夠的光線 因為它的出力真的是超強 18W的小燈隨身攜帶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這應該是我目前看到最亮的RGB口袋燈 就是它的RGB模式真的是超亮 它讓RGB燈珠超多 真的是 超猛 OK 之後我們今天有快速開箱 跟簡單的功能分享 那我之後還會做一個深入的測試影片 那大家如果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preventing dei 你 負擔 SG 我 啊 啊